第九章 選取與區備工具 04單元 顏色範圍與相近顏色 請各位打開我們這一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 顏色範圍相近顏色 首先請各位開相近色01 02 這兩張圖 首先我們來看01這張圖 相近色指的是說我們利用剛剛所學會的幾種選擇工具以後 如果你能夠在這個圖案裡面選定一個範圍的顏色以後 那它會利用一個輔助的工具叫做相近色 來去幫你挑選跟這一塊選出來的區塊的顏色 在畫面上修詢到類似的顏色全部都一起選取起來 那我們現在來利用剛剛所學會的魔術棒工具 那比方說我現在來挑選這個顏色 我已經選定了這個顏色的部分了 那如果這時候我想要接連把它同樣的這種色彩的範圍都選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選取功能表裡頭這裡的相近色 那它就自動去搜尋跟它接近的範圍的顏色一起搜尋出來 那你所選定的這個範圍會因為你所選的過程裡面 它的相似的容許度選到出來的這個範圍值的多還是少 產生它接連所選取出來的接近色 那我們重新還原 比方說我一開始呢 我把我剛剛這個魔術棒的容許度呢降低 降低成10 這樣的一個很低的數值 那比方說我現在來選擇這個黃色的顏色 那你得到黃色的顏色呢 就會比較少 那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再來用一次選取的相近色 你得到黃色的部分就會變得比較少 那甚至於旁邊這個偏橘黃的這個顏色呢 也會相對的選出選不出來 那你看我們這一次呢 再把它還原 那如果我在選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利用這個加選的工具 我選了這個黃色本身 又選了這個黃色的陰影色 這兩個色調差異性很大 但是我們都選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去使用選取的相近色 你會發現呢 它選擇了這個黃色的範圍以後呢 它選了同樣是黃色的範圍 但是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選陰影的地方 所以接連了這邊的陰影的相近色 它也選出來了 那各位在使用上 一定要小心的一點 就是說 假設說呢 我們今天重新選擇 那我今天選了一個黃色的部分 可是呢 我又想要繼續呢 一起選擇 比方說這個 陽紅的這種顏色的部分 然後呢 我又接續的選了一個比較綠色的部分 這三種顏色的色調基本上差異很大 那我們如果這樣子的情況下 去用選取的相近色呢 它就會把你所指定的這幾個色之間 比較類似的顏色呢 都會比較涵蓋的區域會變廣 所以它選擇出來以後呢 它的顏色的 這個認定的這個情況呢 就會出現比較奇怪 比較亂的現象 所以你在選擇這個相近色的使用的時候呢 那建議各位選擇出來的 這個色彩之間的差異不要過大 不然的話會容易產生這個選取不全的現象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注意 好接著我們來看02這個部分 那比方說呢 我們現在想要來選擇這個綠色的部分 那我們在綠色的這個地方呢 點選了一下 這個綠呢 是我們比較中間階段的綠 那當然它有比較亮的綠 你也可以再點一下 那我們也可以再點比較暗的綠色 好那這三種不太同色調的這個綠呢 我們都有選到了 好接著我們用選取的相近色 好你會發現它選到的這個範圍會比較多比較雜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是不夠的話呢 那你在選擇的當下 你就要適度的去使用你這一項選擇的工具的容許度提高 好或者是用另外一種方法 請看好我們幫它還原 好比方說我們用這個圓圈的選取畫面工具 我們來框選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呢 它包含就會比較廣 好 涵蓋到很多種的綠色 好那甚至於說呢 我可以再加選 我把它選擇一種比較深的綠色 那這部分呢 綠色涵蓋的東西就多了 好那甚至於我還要一個很亮的這種綠色 那這三個區域的綠都不一樣了 我們涵蓋的面積也比較多 按下選取的相近色 這次它選擇的綠就非常多了 好那包含底下這些綠它都選到了 好有沒有 那你如果重複在選擇的過程的話 好如果是小心翼翼的把所有每一個相近的綠色都框到一個部分的話 那它在辨別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把所有的樹葉的綠都選出來 好這樣的一個選取法 所以呢它的認定的一個標準是說 你的這一個檔案本身裡頭 只要有你指定的這個色彩的範圍呢 它都盡可能的把它全部搜尋出來 好這個就是相近色的使用 好接著我們來看 我們這個單元裡頭的連續相近色的01 以及連續相近色的02這兩張檔案 好我們來看這個花欄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呢我們今天會使用的剛剛相近色的使用以後呢 那會有遇到一種狀況 比方說我現在今天要選擇這個黃色 好但是呢我希望我選擇出來的這個黃色的色調的區域的自動辨別上呢 它可以只辨別到上面這個黃色的花朵這個接連的這個範圍 而不要去連底下這個黃色的花朵選到 那這個情況下呢我們就不希望它這個中間呢沒有連貫性的東西一起被選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選取的連續相近色 它的意思就是說呢 跟它有接連的部分 同樣一個色調的東西呢才會選擇出來 那如果它中間沒有接連的話呢 它就當作它是額外的 就不是它所選擇的一個目標了 好你會看到這個黃色花朵的大部分區域選出來了 但是底下這朵花完全沒有印象 好我們再來一次 好回到最早 好接著呢我們來使用這個範圍來說 我把這個花朵本身的框比較多的範圍出來了 那我希望整朵花的黃色的藉由這個框選出來的範圍去做認定 但是上面的花不要有印象 選取連續相近色 好這朵花大部分的範圍就選到了 但是這朵花就不會有影響 好那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退一步 如果你是使用剛剛上一個地方所講的這個相近色 那它出現的範圍就會不同 相近色 你就會發覺它的花呢 這邊的部分的黃色選到了 但是上面它也是有黃色的部分也一起被選到了 好所以請你了解一下相近色跟連續相近色之間的差異 好接著我們來看這張圖 好那比方說我今天希望所有背景的這個粉紅色調的這種色彩 粉紫紅的這種色彩 好把它都選到 那我有選到比較淺的 比較偏白的 因為選擇到這個比較深的 好那甚至於呢 包含到這邊呢 有一些比較偏其他色調的這種色 全都選一點 選一點 好這樣的方式全都選一點 好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選完以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選擇 選取的連續相近色 好你會發覺它選出來的這個範圍呢 它的偵測上 你沒有選的非常準確的這些想要的色彩呢 它就辨別不出來 好所以這樣的選擇法 有時候呢你必須要去考慮 你的畫面本身 它的選舉容易辨別還是不容易辨別 好那這個需要累積一點這個練習操作的經驗 好那再來就是說上面呢 這裡有語化這個項目 它的意思就是說當你呢 如果在選取的當下 好我們如果用這種選取工具呢 先事先做語化的話 那語化過後呢 它選取的畫面呢 其實它的這個邊緣是有點語化掉的 那這種情況下呢 它也會影響到我們使用選取的相近色彩 或者連續相近色 比方說我們剛剛選的這個方式 我們再重來一次 好這次呢我們在選取之前呢 把這個語化項目調高 比方說我調成10 10左右 我們這一次再來重新框這個區域 好那又框了這種區域 好又框了這種區域 好我們框了這麼多個區域出來 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用一次選取的 連續相近色 好這次它選擇出來的這個區域的感覺呢 就會比較平滑比較柔順 好所以跟剛剛那個的感覺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它是有利用到語化的這個程度去涵蓋 所以呢涵蓋的這個範圍呢 它就會多去接觸多一些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那請這以上這兩個方式呢 提供給各位做一個輔助的作用 好那請記得哈 這兩個項目呢 它是在做你的選擇之後呢 一個適度的一個適度的輔助用的 所以它不能夠獨立去使用 好那接著我們把它關閉掉 我們來看同樣這個單元裡頭 好後面這個部分呢 有顏色範圍的使用 顏色範圍01跟02 好首先我們來看顏色範圍這個部分 01 那假設說呢 我們今天這樣子啊 非常絢麗的這種圖案本身 當我有需要去copy它的這個白色的光的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之前所學會的這幾種選取工具來說 它都不能夠滿足我們的一個選取方法 比方說我現在用魔術棒 我可以這樣選出這個區域 但是呢這個點點的這個發光體呢 我都要每個都選到 那你可能點到頭魂眼花點不出來 而且點完以後你如果去copy 按Ctrl這副字出來的話呢 它這個區域呢也不會是非常柔順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這個工具變成不適用 我們還原 好那如果說呢你用的是多邊型套索 那更不能用 因為呢你要用這個去框選它 是根本做不到了 好那當然如果用圓圈呢也是一樣的意思 你沒辦法去選出這些東西密密麻麻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用一些比較另類的選法 好那這個工具呢本身它在這個地方選取 顏色範圍的這一項工具 顏色範圍的這一項工具 所以它是在功能表裡面的 好那我們來開啟了這個功能表的對話框 這個調整的面板裡頭呢 我們如果要選定這個白色的發光體呢 我們可以移到這個圖著這個畫面的地方來 然後呢它會出現你的花鼠油不要變成一個滴管的狀態 這個時候呢你如果去點一下這個白色的區域 好它就會出現這個我們選到的區域用白色來顯示 那黑色的部分就是代表我們沒有選到的區域 好那如果說呢我想要淺一點點的這種色調也出來 那你就選擇這種比較淺的顏色再多點一下 但是點之前呢你必須要切換這邊的按鈕 好這個滴管工具一樣好跟我們選取的方式有點雷同 這是單次的一個選擇 這個是加選的選擇 這是減選的選擇 好那我們按下加號 你就可以多加某一些特定的色調進來 好那我們再加 你會發現它越加就會越多 好這個樣子 好那你覺得一個濕度的這種清型的淺淡跟重的這種白色都選到了以後 我們再濕度來調這個項目 這個叫萌農值 好那你可以去適度的移動然後看看呢你所選出來的地方 那不要這邊灰掉了那這個地方有一條線的感覺 那代表說我們背景也連帶的選到了 所以這樣就不適合 所以你調萌農值要稍微小心注意去觀察 好那像這樣子的狀況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 好那一樣好你透過這樣子加選的方式好你重複的去觀看適不適合用 好然後再去調萌農值這樣的條法好那假設說這樣的結果 我們覺得可以比較滿意了就按下確定 它就把這個選到的區域變成這樣子選取的區域出來 好最後我們按下Ctrl J來看一下 我們選出來的這個畫面就變成這樣子 好那因為看不清楚它的效果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呢各位可以這樣做 我們來到背景這一層呢我們要在圖層1的底下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好這個先建立的空白圖層呢我們再填一個 剛剛這個畫面看到看不到的一個色調 好比方說我們一樣沿用這種藍色的色調 接著呢按下編輯的填滿 前景色確定 好你就可以觀察出來喔你這個效果呢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但是呢有時候往往我們會出現這樣子的缺陷 因為剛剛的這一張原本背景的顏色的底色呢是偏綠的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你這樣子疊出來的效果呢感覺上就不是非常漂亮了 那假設說我今天呢是想要做影像的這個合成 那我這個圖層2可能我是要用一個照片 或者一個有顏色漸層的底色 舉例來說我們用漸層的這個工具 去選擇一個多顏色的這個漸層 好那我們來到這邊喔 使用一個拖曳的一個方法畫出漸層的效果 那這個圖層1呢它疊上去的效果往往不會是很理想的 可是我又很希望呢利用這個白色的光的感覺去疊上去有新光的效果 這個時候你就要再分離出來這個去背的圖層裡面呢 去修改它圖層本身的模式 好那比方說我現在把它修改成這個綠色 它就會變成是這種全部星光點點的一個效果了 好那剛剛這個吃到綠色的這個部分的效果就不見了 它就會完全用這個變淺的這一種方式的色光去疊合 好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打到你要的一種氣氛的營造 好這個就顏色範圍的這個使用的方法 那我們來看這個顏色範圍02的這一張 那假設說我這一張呢我如果想要幫它做去背景的動作就是去天空的這邊的色調 好還有呢底下的這個比較淺比較白的這個雲的色調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考慮呢 好那我們首先那一樣好 使用選取的顏色範圍工具 好那出現這個面板以後呢我們來點一下天空 好我們選到天空一點點了 那接續著你就選這裡很鮮艷的藍接著選比較淺的藍 好但是這樣選各位要記得哦你在加選的時候呢 我們的面板一定要先切換它加好 好這樣子才可以繼續加好 你會慢慢慢慢看到它加越來越多 好那加到這個很淺的藍好它就會出來了 好這樣繼續加 好那加到這個地方很淺的藍 甚至於我想要加到這個後面這個很白的地方 可是你會發現哇一加連人物全部都跑出來了 好那這個情況下不適合了 好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說按減號 重新把剛剛這個加的部分減回來 但是減了可能就會不完全 好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要慢慢的把它減完 好那這樣子減的過程呢 有時候不理想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選擇取消 重新來過 好會比較快 好選取顏色範圍再一次 好那這樣選法呢 你會發現這種圖在做顏色範圍的選擇方式呢 就會不太理想 好那有個方法可以去幫我們改進這個方 這個問題 好那做法呢可能就要複雜一點 好各位來看一下我們先取消 首先呢我們利用這個 四方形的這個選取畫面工具 或者是多邊型套手工具來試試看哈 我們把我們想要保留的這個區域的大部分面積呢 先稍微選出來 好這樣子的選法稍微選出來 那尤其是呢 顏色比較偏白的這個區域 但是你又想要保留的 你就要盡可能把它選得比較充足 比較滿 好那接著我們在這個輪廓周圍稍微尋釋一次 好那尤其是人的這個白色衣服的部分 好就要盡可能的把它都選出來 好選擇完成以後我們把它這個部分呢 完成選取 好選擇出來這個畫面的這個部分的 好緊接著呢我們按下Ctrl加J 複製出剛剛這個區域出來 好但是呢我們一樣 好要回到剛剛背景這個區域 我們重新來使用這個選取的 顏色範圍 好這個面板 好接著呢我們進入這個工具面板 我們來選擇像剛剛的方式 好選擇比較深的鮮艷的藍 好按下這個加號繼續選 選不同的藍色調出來 好慢慢選慢慢選 選到最後甚至於你選到天空的白色都出來了 好讓人的部分有選到沒有關係 好這樣子都選完了 最後呢我們來調整一下蒙蓉值 好讓它顯示的一個方法 好看起來呢更符合我們需要的範圍 好假定說這個範圍好了我們按下確定 我們已經選擇出我們大部分的這一個外面天空的這個範圍了 好那順便呢我們把這個小鳥以及這個太陽光的地方 我們都一樣一併移除掉不要 那你就可以借其他這些工具快速一點的把它選起來 好那記得如果比較是說我今天要用這個椅圓選取工具 我用了加選以後我就可以先把這些小鳥不要的地方 也都一併把它框好 這樣就框完成了 好最後呢我們得到的是呢這些背景的部分區域的大部分都選到了 好那選擇完成以後咧我們按下選取的反轉 好那這部分呢按下反轉的目的是什麼各位要搞清楚了 如果是說呢你想要要的是這一個本體 好樹木啦還有看板啊還有人這些東西都要讓它呢主動分離出一層的話 那我們就要用反轉 那如果你是想要按下這個刪除鍵去刪除原本這個背景底圖的鎖把它解開以後去刪除的話 那你就不用去反轉好所以該不該反轉 有時候是要由你個人去抉擇你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完成去背景的狀態 好那我們已經反轉完成了接著我們在背景這一層呢按下Ctrl J 好我們得到圖層二了那我們把背景這個眼睛先關掉 咦你會發現什麼完全做得非常乾淨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原理各位要搞清楚哦 因為我們事先不是有增加了一個圖層一 是選擇大部分的範圍出來 所以呢我們透過剛剛這個顏色範圍的選取呢 我們是選擇一些邊緣細節的部分把填空去除掉 好複製出來的效果 所以呢你如果單看圖層二的話呢 它的影像並不完整 好非常多都是鏤空的地方 但是呢你因為加了這個圖層一的這個範圍進來 所以兩個圖層互相疊在一起以後看到的效果 就非常的完整了 好那最後你就可以把圖層一跟圖層二兩個選擇在一起以後呢 按下功能表去合併它 好那它就變成是一個完整的拿掉天空的圖案了 好那這個方法還是比較進階的一點技巧 那請各位來這個試用看看這個顏色範圍的使用 那它也可以針對呢一些使用啊 比方說人人物的這個頭髮的髮絲 或者是呢動物的毛邊這種現象 也可以是非常好用的一種做法